但我只是感到很焦,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什么继续是在那里的继续 我们真的没有确定,它是很难的东西 不到24小时前,部分地区的居民才因为丛林大火紧急撤离 随后一场倾盆大雨,浇袭了火势,却使得当地的河水暴涨 州政府发布了洪水警告 部分地区降雨量高达150毫米,几乎是当地往年平均降雨量的8倍 澳洲的气象局指出,今年是澳洲史上最干燥的9月 降雨量比1961年到1990年之间,这个平均值还短少了7成以上